第一屆桃園鮮奶捷在双十廉价盛大登场 开幕搭配马戏特技表演非常新引人 这次鮮奶捷集结了桃圆落农产业 植物奶商家的业者参与 希望让民众对动物奶跟植物奶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希望这个奶制品可以成为桃圆那个特色 最好的蛋白质 所以我想这一次也是一个很好的食农教育 鮮奶捷的主题馆分为产业馆 教育馆 美食级养生馆 还有永续馆这四大主题 活动中不但能品尝在地的鮮奶制品 更能寓教于乐 认识鮮奶相关知识 现场更有小牛可以近距离互动 让民众有的吃又有的玩 我相信桃圆鮮奶节以及秀才休闲农业区 一定可以成功 即使外头英语绵绵 还是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现场参与活动 桃圆鮮奶节双十廉价展出不同主题 希望新以亲子家庭一头来玩乐 记者杨洁 周末如桃圆报导